修杰凯不在,步步饿得直喝水,贾静雯无奈大喊快回来吧! 最近比较火热的综艺节目妈妈是超人又和大家见面了,这次节目中妈妈要带着孩子独自生活48小时,不太会做饭的贾静雯让步步饿得一直喝水冲击。 可能是太无聊了吧,步步开始拿自己喝的水往另外一个杯子里面倒水,玩得不亦乐乎。 最后步步直接拿着桌子上的一块抹布往杯子里面挤水,这么淘气的女孩还真的不多见。 贾静雯发现步步在玩水之后,步步怕妈妈生气,很聪明地一直对妈妈笑。 贾静雯心平气和的教育步步,这样玩水对吗?步步也发现妈妈好像不高兴了,脸色也变了。 最后,步步步向贾静雯承认错误,要做一个乖宝宝,看来贾静雯教育孩子还是有一套的。 走赛独作误,要做一个乖宝? 追击? 好, послед身份过。 好,不知道,这是什么? 好,好,好,好! 好,如何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